完美魔法寶一定可以为你打造美的城堡 在这节节目当中呢 我们的变身模特儿Christina 那已经就变身位置了 那么她现在呢既紧张又期待 因为我们今天呢 会邀请到非常厉害的一位人物 一位美的专家呢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帮她makeup 那我们现在呢 赶快来访问我们的变身模特儿Christina 现在的感觉 我现在头上放了一个蝴蝶结 现在很流行说头发把它弄到一边 这样子会比较好化妆 对啊好可爱哦 你测一下 好可爱哦 所以化妆前就可以这么kawaii 对不对 来比一个非常可爱的pose 耶 耶 好那我们现在呢 接下来马上就欢迎我们洛杉矶 非常权威的一位美的专家 也是非常的会完美 而且她的学生也超级多的 我们的Novela造型彩妆工作室的 Amy Ryan老师 掌声欢迎 耶 耶 Amy老师很高兴又看到你了 大家好我是Amy老师 对那么Amy老师我们今天Christina呢 Amy她其实已经蛮漂亮喔 那跟我们分析一下你等一下会怎么样子帮她化妆 本身她的皮肤状况就已经不错 嗯 那我们今天就化大家最喜爱的裸妆的感觉 对明星最爱裸妆 因为超厚重的妆的话呢 可能出去真的还蛮 蛮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妆怎么这么重啊 对而且现在夏天到了 妆是越薄越舒服啦 嗯而且呢可以显现出来这个人的好肤质 当然呢除了这个技术之外呢 产品也是非常重要嘛 对 产品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今天会用我们Novela推出的那个魔术粉底 魔术粉底 魔术粉底 Amy老师呢除了有魔术手之外呢 还有魔术粉底跟大家来分享 好那么请我们老师就先开始吧 我们要从哪个地方先开始呢 OK 我们首先先把我们的那个魔术粉底调出来 魔术粉底我们镜头要带一下喔 特别等一下一个这个特写魔术粉底 诶这什么颜色的啊 这是比较白皙一点的 白皙一点的 是依这个个人肤质不同吗 是 通常是我们华人大概都是用这个颜色是不是 呃这一个的话是比较中间色系 比较中间色系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使用的 对我现在是要把它再挑一点我们的霜状的 霜状的粉底 霜状的粉底 对会比较薄透 可以让我们的裸妆呈现得比较自然一点 哦还有这样的双色调在一起喔 对 现在把它点在我们的T字部位 所以是把它点开是不是 先点在各个部位 还是说T字部位先 这是我们比较另外一个深一点的魔术粉底 对一样 要调色吗 对把它调色 一样要调色齁 那是要调刚才那个霜状的吗 是同样颜色吗 对 然后就调在一起 如果说你想要更薄透的话 甚至可以调我们的那个 Lotion Lotion 对 什么样子的Lotion 在家里自己用的Lotion 我们就是平常我们要擦在脸部的Lotion 嗯 刚才我们点在这边的不用先推开吗 不用 待会一起推 一起推 这么神奇 好好玩喔 很薄透的 Christina现在觉得怎样 有种点点点的感觉 通常用一只手指就可以了 还是有些有习惯用两只 看习惯吧 看习惯所以都可以 这样把它整个一次的推开 好神奇 我以为说是先 先点完之后就马上把它推开了 比较猴急一点 所以是把它用不同的颜色 而且两层都是用不同颜色调合而成的 对 那眼睛呢 眼睛的部位 眼睛的部位就小心的慢慢的把它按压 为什么有些人推开的时候 他那个眼睛下面就会一条一条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 没有推均匀 没有推均匀 对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它稍微 有整个涂上去一层 那我们现在用湿的海绵 用湿的海绵 对 轻轻的把它按压 轻轻的按压 让粉底更贴近我们的皮肤 所以说手跟海绵要同时的就是并用 就是用完手之后再用海绵 就会达到说更自然的效果 是 而且你看我们只是薄薄的一层魔术粉底 真的耶 刚才就是薄薄的这样点点点点开之后 很晒 很均匀 然后又很快 我现在就觉得说哔哔哔哔的感觉了 皮肤好透亮喔 My God 好我们观众可以比较一下两边的感觉 真的耶 你们很开心 有 皮肤我们变很好 真的有变耶 对呀 好神奇喔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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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耶 魔术粉底都是由日本原装进口 日本原装进口来的喔 欸 我们这个华人女生真的蛮多都很喜欢这个日本货 其实她们的东西真的是还蛮有quality的 就是有差 差一点都是有差喔 对 对 很腮红 粉腮红 对 哇 很透亮的薄薄的 很透亮的薄薄一些 等于等一下这会看起来水嫩水嫩的对不对 对 我们只要画这边就好 才可以比较出来这个不一样到底在哪里 要再加一点点粉嫩的腮红 粉嫩的感觉 粉嫩的腮红 对 就在正中间就可以 点在正中间 所以刚才是先这个 先是薄薄的一层 薄薄的淡的粉红色 对 然后现在再慢慢的加重 有点桃红色我觉得 桃红色把它晕开之后 它是变很粉嫩的粉色 这样真的是变apple 这样真的皮肤超好 有苹果光 整个光这样透亮出来耶 闪出来的感觉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用我们罗贝拉自己调出来的 蜜粉 蜜粉 对对对 苹果光的蜜粉 它只要一点点 我们先打一半看看 好 只需要一点点 它利用那个光线的折色 真的有这样透亮 很亮透亮的感觉耶 对 那我们裸妆的眼影的部分 是不是请Amy老师呢 来帮我们稍微戴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今天是 以这个粉底 这种裸妆的粉底为主嘛 那我们稍微也请教一下Amy老师 赶快抓紧时间来跟她学习一下 这个眼影到底要怎么样化 才会有这个 哇塞 真的很透亮耶 很开心吗 很开心 就觉得有这样的升级 真的好会化 对啊很厉害喔 好厉害喔 来我们裸妆的话 本身我们要诉求的就是说 要让人家感觉呢 我们是没有化什么妆 对 但是我们的眼神跟精神 都会变得很好 没错 我们现在先打底 先打底 这个颜色 对 对 嗯 这个颜色是很靠近肤色的 对 好 然后打底 我们打在中间 让它有立体感肤色 打在中间 对 因为我们要利用那个深浅度 然后塑造出我们眼睛的精神 之后呢用一点深咖啡色 对 一点咖啡色 打在眼头跟眼尾 对 为什么是打在眼头跟眼尾 那眼中咧 眼中就是刚刚我们已经打上去 我们那个比较浅的颜色 嗯哼 对 让它感觉就是 那边是立体的 刚才比较浅的这个肤色 再来是现在比较深一点点的咖啡色 我觉得这个咖啡色还有一点点带红 对 咖啡红的感觉 也是我个人蛮偏好的一个颜色 而且也是现在永远不退流行的咖啡色 真的 往前推开 不要让人家感觉说你化了很重的妆 真的耶 好 只是我们是薄薄的一小层 那之后呢 刚才点的这什么颜色 比较深的咖啡色 刚才是有点咖啡红 这个完全就是真的是咖啡色 在我们最下面 有点像眼线了对不对 对 有点像眼线了 闭起来可能会晕开 好 就是往中间这样子画 你是从眼头开始画对不对 从中间跟眼尾都可以 如果是自己画的话最好是从 最好是从眼的中间 眼的中间开始画 下眼线就从眼尾开始往里面画进来 这是什么颜色啊老师 我们用的是咖啡色 就是刚才那个咖啡红 刚才那个咖啡红的那个颜色 刷睫毛膏 然后等一下再贴上假睫毛对不对 对 所以明星都是用这种招数 看起来像没化妆一样 其实偷偷化了妆 那我们现在就来放我们的 假睫毛对不对 好 那么各位观众 我们等一下呢 这个要等Amy老师放完我们的假睫毛 我们现在先给我们的model 哇 这是很透亮很薄透的一个裸妆 明星最爱的裸妆 而且呢这个刷上睫毛膏 现在呢也是非常的感觉说有明亮了起来 那么在这节节目当中呢 那我们要稍坐休息一下 要请这个Amy老师稍坐休息一下 而等一下呢 我们的Christina变身模特呢 会晋升什么样子明星级的人物呢 等一下 马上回来哦